拿起麦克风站上舞台热力四射 38岁歌手鼓鼓确诊康复后出席校园演唱 看起来气色恢复不错 还能和粉丝互动 但他4号发文说自己出现后遗症 鼓鼓说唯一的后遗症是一个月了都还在咳要大家保重 回想鼓鼓染疫初期 出现喉咙痛和咳嗽 复原的过程也不是很舒服 如今有后遗症让他很沮丧 粉丝都留言帮他加油打气 我觉得我可能我的嗓子跟我的声音的状态 从一开始有点痒痒的到我这样子几天下来 我发现我身上的状态比我以往的状态都还好 所以如果大家在家里是确诊的 那就赶紧就是尽量养生吧 戴着眼镜坐在家里角落 开直播分享确诊隔离心路历程 一人王少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确诊者接触染疫 居家照护10天 幸好4月底快筛阴性身体恢复健康 王少伟也说何必一直讨论被谁传染 自己不要传染别人就好 高EQ回应被赞翻 戴着小孩开心出游 女性隋唐和老公Tony结婚7年 有三个小孩生活甜蜜 也被疫情烧到隋唐发现洞说剧组出现两名确诊者 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 毫不犹豫搬离住家 暂时自主健康管理 本土疫情肆虐 演艺圈自围也有趣闻 唐从生分享皇家学院研究报告 就是涨上越吸引的人 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越高 唐从生说自己安心许多 还cue了白云以及康康和nono 表示担心他们的健康 让人哭心要不得 TBS新闻黄外张群 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T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